去玩他的东西 然后他藉由你去玩他的东西里面 创造更多的大数据 也就是把这上面当成一个平台 大家都会丢相片丢影片丢评论帮他建立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的Google地图上面都有很多东西 像我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标注 或者是我想去的地方等等的 这边都已经有一些标注 那你就可以将来想去的地方 甚至里面可以列表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 好像你的贡献 你的地点 你的地点里面就会有一个什么 已储存 或者是说已储存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什么想去的地方 那我的习惯是说 如果那个地方 比如像我这一次 在3月30到4月1号我要去花林 有没有 所以我就预先怎么样 先找几个地方 然后我就把它标注 标注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经过 我就可以怎么样 先有一个点 然后把它连成一条线 然后我就知道怎么走会比较顺畅一些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主要是利用Google地图里面的相关功能 里面的话当然你以前走过的 当然也会留下一些记录了 比如说像从东岸的部分 其实宜兰 其实宜兰也蛮好玩的 只是说宜兰假日的话人太多了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向郊西这边泡温泉 所以其实当然也有些地方也还蛮值得去 不过去郊西这边 其实可以坐火车 也可以到这边附近走走也蛮不错的 当然有一次我就刚好去逛老街 他老街刚好就是在这一条 就刚好郊西车站出来 这边有一个郊西老街 里面有很多吃喝喝的 也不知道吃什么好 结果就一直走走走走走 就走到一家叫做鲁卫 就讲说那家鲁卫看起来还不错 于是就进去了 那家鲁卫叫什么 进去走到 他叫白地城 这一家就进去 刚好走到这边 从这边 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奇怪 那于是的话我就想说看一下照片 好像也还OK 而且很多人po 然后大部分评论他这一家是4.2颗星 很高吗对不对 然后有59个评论 然后想说应该不会太差 我就进去了 进去了点了东西 然后呢就开始吃 吃完之后发现一件事情 没有带钱 没有了有带 没有就看到那个两个年轻人在弄东西 然后感觉好像他好像从冰箱里面拿菜 结果旁边有洗手就是洗菜的地方 但是我好像印象中是没有看到他有洗菜的那个动作 第一个就觉得怪怪的 就很想要不想吃 然后后来呢就觉得就有点怪怪 结果后来吃完之后的话发现一件事情 就吃吃吃吃 我老婆就说好像有吃到什么东西 于是我就拿它拿起来看一下 好像已经 奇怪了 这个上面有吗 有有有看照里 在哪里没有吧 没有这个是正常的 后来是往里面捞的时候 对于花莲的印象其实都还蛮好的 所以就想说 主要是那一次是没有开车 我突然想说没有开车 坐火车只要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而且非常的舒服 就让我印象非常 而且到了花莲之后发现说 那边非常风景秀丽 最大的好处就是那边居然都没什么人 因为我比较喜欢没什么人 太多我就有那种 我不知道看到很多人 我就觉得有一点那种 有一点恐慌症就快要发作了 所以我希望人越少越好 所以我一直在找哪边没有人 发现花莲居然没什么人 就很喜欢 然后后来又发现说台东人更少 所以这次也打算去台东 人家跟我讲说池上那边非常漂亮 于是一定要去 如果要去一个地方 你首先要规划哪些事情 第一个交通 如果说我决定已经不开车了 所以我要坐火车 我要坐怎么样的火车是最快的 你可以看到 当然这边的话你可以 我是从七路火车站坐车到花莲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Google地图里面的什么 Google地图里面有一个 就是直接先找花莲火车站 比如我先找到花莲火车站 然后火车站就3.9颗星 那我怎么知道怎么去 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些相关的连结 还有就是说 其实你去一个公共场合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 所谓热门时段的列表 这个还蛮有帮助的 主要就是说你要避开人潮 你看目前 目前是红色的 它比平常没有那么多人 什么时候人最多 其实你会发现从9点以后 10点 10点 11点 12点 12点之后 发现是中间这一段时间是最多人的 一直到6点这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你要避开人潮的话 那你可以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尽量避开就OK了 那另外还有就目前的 它跟其他礼拜四时间比起来的话 有没有差很多 然后什么时间人最少 你会发现一早 所以你如果没有人 你就6点以前去了 不过也没那么早起 好 然后其他的话 你可以看其他时段 比如说礼拜六 会不会很多人 哇 你看礼拜六 礼拜六就 很早就会有很有人 礼拜天呢 礼拜天你会 哇 一个高峰 甚至礼拜 有很多人可能去花莲晚要回家了 回家的那个时间点是最多人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买票应该很难买到 所以当然你如果避开的话 那另外的话 它其实这边还有查询火车时刻表 这边也会出现 有没有 而且它上面还会准点 没有准点这边都出现 所以如果你要看火车时刻表 除了说到那个台铁官网之外 其实从这边也可以看到 那所以我们就规划行程 那我要去的地方 刚好就是 我是从七堵出发了 不过你们可能要看一下 因为它那个车 有些时候 不见得会停七堵车站 因为刚好我家离那个七堵车站最近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我可以从这边选 它预设是立即出发吗 你可以选着什么 出发时间 那甚至你可以选哪一天 比如说我是三月三十的早上 大概差不多十点钟出发 看那时候有没有车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个自强号 OK 自强号从这边出发 但是你可以看到还有时间 像这个是要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可是我觉得说 如果这个太慢的话 其实还可以找一下 这个时候 当然你可以调出台铁的时刻表 你会发现 像我这边刚刚查了一下 从七堵到花莲的话 刚刚查了一下 发现大概哪个时间 大概最快的 我有时候会看 一个小时又五十分钟 那这个九点四十分有车 我上一次就坐这个车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现在订的话 一定订不到 什么时候订 后来我发现 因为我其实经验值还不够 后来我发现 一定要刚好两个礼拜前的凌晨 十二点钟 马上订才会有 而且你那个时候没有点进去 你就买不到票了 尤其礼拜六 如果你那个时候凌晨 后来发现凌晨点进去 几乎就有了 OK 所以这也是经验台 不过因为这一次太慢订了 差个 差 刚好隔天才订 所以我订到这个时间 我订 我就想说时间大概差个十分钟没关系 所以我就订到这个车 志强号的 他是11点 到那边刚好1点 2个小时又1分钟 然后其实订也非常方便 你就直接点击这边 应该各位有订过火车票 点了之后 你就直接输入你的身份字号 要几张票 我是到7-11 直接就是输入订票的号码 然后直接付钱给7-11 他就直接给我票 那我就直接拿那个票就可以上车了 其实也非常方便 后来才发现 真的我没有坐过火车 以前都是开车 但是开车真的太累了 我现在真的 坐过火 坐几次火车之后发现 坐火车也蛮舒服的 大概两个小时 如果开车没有三个小时到不了 而且开车要聚精会神 要走抒发 那种抒发公路 那个很弯来弯去的路 真的太累了 OK 回程我也把它定了 然后火车部分解决之后的话 再来我就想说 那我要住哪里 因为我想说我要去池上这边玩 池上在下面 当然这个地方又还有很长一段路 想说到底要住在池上这边 池上在这里 还是说要住在花林 后来想一想 晚上可能如果住池上应该太无聊 因为那边真的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晚上应该都没有人 对因为旅客都回去了 晚上可能也没有夜市 后来想不如干脆就坐花莲 住花莲 然后就坐火车往返好了 也坐太鲁格号 不过还好就是太鲁格号的票都买到 直接从花莲 坐到池上 好像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那就往返 后来就车票的部分 解决之后 接下来就想说我要住哪里 对因为如果你住的问题还没解决的话 那当然就很麻烦 所以一般会这样 就是说我的习惯会以这个当成是中间点 然后点选附近里面 他会出现饭店附近的饭店 附近饭店他就出现说这边附近的价钱 那你可以更多筛选 我讲过了 评分如果没有4颗星的我不能接受 所以你可以点选什么没有4颗星的 就不要出现 另外价钱的话 其实我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是假的 大概一个晚上不要超过3000块 假设大概2000多块 这样子就调好了 另外如果说你有星级 一定要五星级 这2000多块一定住不到 这一定没有就不用选了 所以我大概就筛选条件就选什么 选大概价钱 然后选平分 至少要4颗星 而且尽量离我 这个车站越近越好 因为我走路可以到 我不要说因为走路 还要再坐计程车或干嘛 最好是步行距离都可以到 这样完成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剩下来就不会一堆的 怎么还这么多 筛选条件 才是再低一点 4颗星 然后客房数1000 然后时间的话 我要是在3月30到住两晚 OK 好 这样的话他就帮我排出来 排出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哪一个排第一名 陈宁 对 就这一个 他走路时间 你会发现他身边还可以跟我讲说 步行距离 这边大概2000多块 4分钟 然后这个的话要 这个步行距离要24分钟 不适合 这个太远了 有没有 这边会出现 步行要走24分钟 所以不列入考虑 康桥其实是老招牌很不错 可是价格也还可以 所以可以考虑 因为我已经订了 只是说 那我订哪一间 各位知道吗 可以吗 还是没有在一间 在这里面 蓝天 蓝天太远了 这个要6分钟 这要4分钟 因为我很懒 所以我已经订这一间了 2000多块 其实不见得一定是2000多 我点进去看一下 这边有评论 四星级饭店 600多个评论 应该要灌水很困难 然后里面的话 它有什么东西 其实我已经住过 它4.2颗星 然后我看我有没有评论 底下 有 有没有 我给它几颗星 因为我住过了 三周前 OK 对 它写这么多 我只有写 其实真的很用心 看得到的地方都很用心 那我看不到的地方我不知道 不过基本上是OK的 所以我就订了 其实我怎么订 基本上 大概不就是透过什么呢 agoda 不就是booking.com 不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hotel.com没有 后来我就直接在 那个agoda上面订 因为它比booking还便宜 所以就直接在这边订 而且复早餐 早餐还不错 所以我就确定了我住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另外agoda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呢 它可以 在住宿前三个晚上 它可以 直接可以退 就是说 还可以更便宜 那我把它退掉 我重订 它又降价了 没有时间订还更便宜 看一下 不过它其实有时候数字是假的 因为它会再加一点手续费 对 这个比我之前订的还贵一点点 我好像忘记多少钱 好像也差不多这个价钱 好 就已经订了 订了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我要决定说 我要去哪边玩 OK 所以我们饭店已经OK了 接下来的话 我再交各位 就是 已经确定的交通了 确定的住宿了 所以我就住在这边 走过来大概4分钟 真的还蛮 蛮 蛮近的 然后去哪边玩呢 接下来的话 我交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 因为我一路上过来呢 哪些地方我真的想去 我就在中间点 比如说哪个车站 吉安车站好了 那我就点它之后的话 我的习惯就是附近的什么 这边打一个景点 那 出入 出入吧 切一下 哦 关键字就是这个景点 那你可以在附近找一下景点 那一样的道理哦 评分一定要是四颗星的 有没有 那你四颗星哦 马上就剩很少了 所以四颗星出现的话 这个一定要去 所以这个文创园区啦 不过刚好四颗星 这个我有去过 我是觉得收手了 然后这个 这个是没有去过 这个有点想去 这个也会想去 所以想去的地方的话 比如说像松原别馆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的习惯是 把它加一个想要去的地点 然后到时候的话 它会帮我列表 那我以后可以按照那个列表 我就可以分别逐一的去把它有点像柴点一样 一个一个就这样去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可以不断不断的去找 像这个区域的话 我可以找到我要的 那或者再往南 比如说我可能坐车到池上好了 假设我坐到池上 池上附近有什么好玩的 那我可以然后往下找 找到一样找到池上 那池上的话呢 那这边有一个池上的火车站 那我可以点它 然后附近的什么呢 附近的一样输入景点 附近的景点 然后一样是四颗星 附近的景点 然后它会帮我标出来 平分一定要是四颗 不过有的时候我会降低一些标准 因为如果太少的话 可能就四颗星可能没有的话 那我就会 你会发现一定要去的 大坡池 而且它会显示出来 我走路要走十六分钟 天堂之路要走五十二分钟 这个叫什么 渡园 渡园要走二十分钟 还有什么 景园洗衣亭 这什么 洗衣亭 不知道 也许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还有什么 池上断层 还有个大水车 大关亭等等的 这些景点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分别 不过我的习惯是由 由近而远的跑 后来发现 如果那一天如果假设没有下雨的话 我可能就是 这种距离 如果要走路 真的走到脚断掉 所以我就干脆在那边 查一下好像有租摩托车的 或者租脚踏车 不如就是在那边骑个脚踏车 也是可以在那边晃 晃一整天 再回程到花莲玩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规划行程 也许我这一次也会去 然后再把它也许可以把它写个邮寄之类的 把这些相片拍一拍 然后也给其他人做参考 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把行程利用这样的方式做规划 应该比较不会有失望的感觉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规划一个 至少不会有遗憾的旅游的话 第一个先确定你的交通 第二个确定你的饭店 第三个再确定你的景点 那我的习惯都一律要4颗星以上 但是4颗星不是保证说一定都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相对起来 应该9乘5应该没有问题 剩下可能就是你要验证 而且你要看一下里面的评论 那像那个饭店 之所以会挑那一间 是因为我有看过里面的评论 大部分都还不错 让我感觉住那一家饭店还不错 而且蛮喜欢 蛮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就遇进那一间 那之前有住过一次了